万里幼儿园的厨房日前因为地面老旧与排水不良 每天清洁洗地造成的积水成为厨房阿姨的一大难题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协助争取重新施作厨房地面 与新的排水设施 现在清洁厨房更容易 环境也变得更加卫生整洁 万里幼儿园的厨房空间日前因为地面节流潮老旧与排水不良 每天清洁洗地 排水不良造成的积水都成为厨房阿姨的一大难题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也协助争取重新施作厨房地面与新的排水设施 现在每天厨房清洁事半功倍 阿姨们可以更专注于学童的餐食 厨房的环境也变得更整洁 因为我们的外墙是比较高 然后这里面是比较低 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所有的水 厨房的水都排不出去 所以我们只要要洗的时候 阿姨就要回流那个水 那造成这里面 就是蟑螂啊 还有那个一些蛆啊 这些都会置身在那边 因为它是食物 那所以呢这个在安全在卫生上面是非常不好 然后那我们就请议员来帮忙协助 然后议员也很支持我们学校就拨了这个经费 让我们重新把这个地板全部重新打了以后 造成里面的比较高 然后下面外面是比较低 所以水就可以很顺利的排出去 事故完成之后 市议员张景豪也来到现场关心使用的状况 在刚刚煮完中餐 阿姨们开始配送饭菜后随之洗地打扫 可以见到改善过后的地面看不见积水 而且干净明亮 而市议员也期待厨房地面与排水的改善 能够让孩子们有更卫生安心的备餐环境 那我们希望说家长都要把自己的小朋友留在我们万里 那我们万里的一些像幼稚园国小的设备 其实都不属于都市的一些小学 所以当我们听说我们万里幼稚园 它的一些厨房的设施比较老旧 需要做一些比较新的设备 包括它排水设施 那这里我们就是全力来支持我们万里的幼稚园 我们希望说我们让我们学生来到这里有一个安全又卫生的一个环境 在幼儿园里一天供应学童三餐 卫生环境对于幼童更是不容马虎 每餐备料料理而后就是清洁打扫 以往打扫起来相当耗时费工 如今全面翻新整修 清洁厨房不再是一种压力 如此一来也减轻了厨房阿姨们的工作负担 也让幼儿园的餐食准备起来更得心应手 让不论是环境卫生还是餐食的品质都大大提升 指教评和万里采访报道